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永灵是十三陵中规模仅次于长陵的第二大帝王陵寝 他更是因传说由永乐大典的陪葬而闻名于世 他的主人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明王朝第十一位皇帝 明世宗诸后聪 公元1521年 诸后聪以藩王的身份登上皇帝宝座 历史上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说他是忠才之主 有人诟病他二十余年不上朝 总之从他登上皇位之日起 他的身上便充满了争议 他一生在位四十五年 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之一 正是由于在位时间较长 他的灵秦永灵也得以有更多的修建时间 如今虽然历经四百余年 永灵依然保存较好 玉露石雕上的龙凤文士栩栩如生 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位帝王的传奇人生 那么原本身为藩王的诸后聪 是如何当上皇帝的 极具争议而又特地独行的他 为自己的陵墓做了怎样独特的设计 这座陵墓在悬址上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南开大学刘毅教授做客白家讲坛 带领我们走进陈列在大地上的文化遗产 从灵寝的视角 管窥明朝帝王的传奇人生 敬请关注大明帝灵第八集 格顾顶心见永灵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十三灵里面的永灵 永灵的墓主是明世宗诸后聪 他死了以后呢 他的妙号叫世宗 年号叫嘉靖 所以我们有时也叫他嘉靖皇帝 明朝的皇帝统系啊 有过两次变化 一次呢就是前面我们讲了 靖难之意 燕王朱棣把建王皇帝赶下台 叔叔夺了侄子的皇位 再有一次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 明世宗 政德十六年三月 明武宗驾崩 武宗皇帝呢 没有留下儿子 所以他的继承就发生了问题 按照当时的规则 往上推说 孝宗呢 有两个儿子 一个妖折 一个就是武宗 所以就说孝宗就没有孙子了 那么再往上追 就追到了献宗 这时候呢 大学士杨廷和和武宗的母亲 就是张太后 孝宗的皇后 他们善了出一个办法 就是迎请兴亡之子 入籍大同 这个当时的排序啊 其实有几种排序 一种呢 就是在宪宗的孙子里面 就是武宗这辈 后子辈 排年长的 那么这时候最年长的 应该是义王 诸侯业 但是呢 当时大学士杨廷和和张太后 他们讨论的结果呢 不这样排 是按献宗皇帝儿子的持续来排练 这样的话呢 就到了兴亡位下 就是孝宗下面是兴亡 兴亡朱又元啊 是献宗皇帝的儿子 他长成以后呢 被分封在了湖北的安禄 就是现在湖北的中享 兴亡在正德十四年的时候 并公 兴亡有两个儿子 长子呢 夭折了 次子呢 叫朱厚聪 当时是兴亡世子 兴亡世子 就是预备将来接替兴亡的这个人 兴亡病故以后 兴亡世子啊 按照礼仪 要守丧三年 才能继承兴亡位 所以呢 在正德十四年 到正德十六年这段时间 兴亡世子 朱厚聪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世宗皇帝 明世宗 他当时呢 是以世子的身份 管理兴亡府事 到了正德十六年的时候啊 正德皇帝死前 下了一道招书 命令兴亡世子啊 不必守满三年丧 可以提前继承兴亡之位 那么这道招书呢 还没有到达安禄 武宗就驾崩了 刚才我们说了 张太后 跟大学士杨庭和等人定义 就是盈利 兴亡世子 朱厚聪 入籍大统 所以我们说呢 这时候啊 兴亡世子啊 是连升两级 兴亡还没有就任 跟着又升一级 当了皇帝 按照杨庭和和张太后 他们的设想 是把朱厚聪 过继给孝宗 当儿子 而且呢 他们还给新皇帝啊 起了一个年号 叫什么呢 叫少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意思是 光绍 洪志之志 我们前面说过 洪志中兴 是吧 说希望新皇帝啊 能够跳过武宗 不像武宗那样 把洪志朝的这个 政治啊 发扬光大 所以起了一个名字 叫少制 这个时候啊 明世宗 朱厚聪 是十五岁 十足年龄啊 还没有满十四周岁 他虽然年少 但是呢 很有主意 没有完全 按照 张太后 和这些大臣们的设计形式 首先一个 他以什么身份即位 这就发生了一个周折 按照原来的设计呢 是这样 就是 朱厚聪呢 从皇城的东门进宫 进到哪呢 进到文华殿 皇宫的正宪是凤天殿 凤天殿的东边 有一组宫殿 叫文华殿 让这个朱厚聪呢 到文华殿 然后这个群臣上迁 他再即位 这个其实啊 是太子即位的这个礼仪 朱厚聪不干 他为什么不干 他说这样 他跟他带来的长使 就是王府的这个官员讲 他说宜昭呢 是让我来即位的 不是让我来当太子的 说我怎么能用太子礼 这个进宫呢 你看 他虽然是一个 十四五岁的小孩啊 但是很有主意 是吧 这样呢 互相就僵持起来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张太后就下了一道意志 说皇位不可久须 按照这个皇帝即位礼 来吧 不要让他这个 按这个太子礼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朱厚聪在城外 接受群臣的这个表签 群臣进表 说请你即位 他在签上 说你让其他贤人吧 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之后 他接受了 说我免从其请当皇帝 然后从哪呢 从大明门进入皇宫 就是走皇宫的正门 一路到凤天殿 即皇帝位 在这个第一个回合 这个小皇帝就胜了 在这以后 他又为他的父母 争皇帝和皇后的待遇 这件事呢 叫做义礼 或者叫大礼 这是明朝历史上一件大事 对家境早期的朝政 影响也很大 通过大礼议 朱厚聪逐渐掌握了皇权 面对前面 郑德皇帝留下的烂摊子 初登皇位的他 效法明太祖 和明成祖的治国手段 推行新政 立刻前朝石壁 虚心纳贱 宣贤任能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甚至出现了一段中兴时光 他尤其注意 对于理智的改革 很多地方 都体现出这位年轻皇帝 对礼仪的颠覆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朱厚聪 登上皇位的第二年 他就将年号 改为家境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家境二次 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那么小皇帝呢 在第一个回合大获全胜 入宫以后 派官 祭祀天地宗庙设计 然后亲自到武宗的灵前置计 宣告继承皇位 刚才我们说了 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年号 叫做少制 是吧 他没用 他用了一个新年号叫什么呢 叫家境 家境是什么意思呢 家境啊 这两个字是出自尚书的吴义篇 尚书吴义里有这么一段话 叫做不敢荒陵 家境阴邦 至于小大 无时或愿 什么意思呢 他讲的是中国第二个王朝 商中宗啊 说不敢荒陵 不敢荒废朝政 不敢追求安宁 家境阴邦是什么意思呢 家是善好的意思 静呢是安定的意思 也就是说商朝天下安定 就是说中宗 中宗一般都是中兴之主嘛 说他的时候啊 他很秦政 然后把朝政搭理得很好 天下太平 从官员到百姓 没有人有怨气 所以 明世宗呢 用了这么一个年号 家境 就是说我不是继承红制 我要专门开辟一个新的这个 纪元 中兴之主 天下太平 所以呢 家境这个年号啊 象征着天下太平 世道安好 而且呢 还有一个顶固革新的意思 就是跟以前 我们不一样 要中兴啊 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 所以说 新皇帝即位 在第一回合 我们这个十几岁的小皇帝啊 家境皇帝是大获全胜 整个家境朝 特别在家境的前二十几年 充分的反映出来啊 这个明世宗啊 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 刚刚我们讲了 一礼是一件大事 是吧 除了一礼以外 他对于天地宗庙 相应的祭祀典礼 都做了改革 在一礼过程当中 一些个迎合皇帝 想法的人 逐渐的升官 那些个不听 世宗话的人 相继被罢官 甚至于被停障 就是在武门外边打板子 通过一礼呢 强化了皇权 内阁的权力也得到了加强 明世宗的早期 跟武宗相比 应该说他是勤于朝政的 因为他对这个一礼很感兴趣 所以他对朝政也是 紧抓着不放 但是呢 明世宗这个人啊 是这样 我们思求是说 他为他的父母 真待遇 他对于一些个古礼 进行修正 都有道理 但是啊 明世宗这个人呢 也比较刻薄寡安 特别是 对张太后 就是孝宗的皇后 武宗的生母 确定盈利他为皇帝的 那个张太后 对张太后 对武宗的皇后下氏 就是下皇后 都比较薄情 对他自己的后宫 也很寡恩 包括他的前后三位皇后 明世宗的第一位皇后啊 姓陈 陈皇后 是嘉靖元年 立位皇后的 当时啊 是传张太后的遗旨 就是世宗的伯母 也就是武宗的母亲 孝宗的那个张皇后 传他的遗旨 立位皇后 到了嘉靖七年的时候 明世宗啊 就把这第一位皇后给废了 为什么废呢 这个说法不一 有的说法呢 是说这个 明世宗啊 当着陈皇后的面 表达了 对其他妃嫔的喜爱 陈皇后呢 很不高兴 这个明世宗啊 就变脸了 结果陈皇后呢 因为他怀有身孕 经过惊吓 这个流产了 故去了 按照明世宗自己的说法呢 这是证实啊 就是在明世宗实录里 有这么一段话 前者初婚之妻 结世宗中 久悟之妇所专注 而日夜言之圣母 圣母为之察眼 这个宫中久悟之妇 是谁呢 就是张太后 世宗的伯母 说这个 我特别讨厌那个人 她传的 是她自作主张 而日夜言之圣母 圣母是谁呢 圣母是 世宗的生母 蒋氏 说就是那个 这个张太后啊 她没日没夜的 跟这个圣母 就是说 跟蒋太后说 这个臣氏好 蒋太后呢 失察 所以立了这个臣氏 这是这个明世宗 自己的解释 所以我现在要把她废了 那么世宗呢 给她第一个皇后啊 嗜好叫什么 叫道陵皇后 追到了道 陵是陵燕的陵 这陵不是什么好字眼 在试法里边 陵帝 是吧 陵王 这都不是什么好字眼 所以叫道陵皇后 但是呢 皇后死了 并没有把皇后废掉 她还是以皇后的身份下葬 所以就要给皇后 找一个墓地 在世宗以前 明朝大部分 皇后 都是死在皇帝的后面 以这个皇太后 或者太皇太后的身份 葬入皇陵 有几位呢 是皇后先死 比如说 太祖的马皇后 太宗 也就是成祖的徐皇后 这两位都是皇后 走在了皇帝的前面 按说呢 世宗皇后死了 她应该也利用这个机会 建皇陵 是吧 那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 这个准确的记载 就是当时世宗是怎么想的 反正呢 她下令 把皇后 葬在了田寿山的西南 这个地方呢 叫盗陵 盗陵啊 跟皇帝陵墓的规制 差不多 也是前朝后寝 前面有响殿 后面呢 有祭台石 有坟种 但是跟皇陵不同的 是他没有明楼 没有三座门 就是比皇陵的规制 要简单一些 但是按照当时的记载来说 包括神弓箭 等等这些附属建筑 明世宗啊 明确下令 一切都照五中 康陵的制度去建 所以说呢 他虽然是一座皇后陵 但应该说 跟皇陵的制度差不多 到了明世宗驾崩以后啊 那么陈皇后呢 就从道陵里迁出 和世宗皇帝合葬永陵 明世宗的第一位皇后 姓陈 第二位皇后呢 姓张 到了嘉靖十三年的时候 她也被废掉了 张皇后原来是妃子 嘉靖十三年正月 被废除别宫 她死了以后呢 是按照废后理 葬在了金山 世宗的第三位皇后 姓芳 芳皇后 芳皇后呢 是在嘉靖十三年 张皇后刚刚被废 就立为了皇后 她是在嘉靖二十六年死去的 直接葬在了永陵里边 中国古代帝王 总是将陵墓的玄址 营建 与社稷的安危 王朝的兴衰联系到一起 将陵墓工程 看得同宫室 坛庙同样重要 所以在陵墓的玄址上 有着一套严密的流程 追求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 那么当时明世宗 朱后宗的永陵 是如何选址的 她在设计营造上 又有着哪些别出新才之处呢 那么永陵是什么时候 开始营造呢 永陵并不是因为 芳皇后死才营造 永陵在嘉靖十五年 就开始营造了 当时嘉靖皇帝决定在天寿山 邻居范围内 给自己选择寿陵 他说他要遵从太祖 太宗的旧制 因为太祖太宗都是先见墓 就是皇帝在的时候见寿陵 当时选了几处 最终选定长陵东南的十八道领 这明世宗到当地来视察 觉得这地方挺好 而且下令呢 把十八道领改名为杨翠领 关于怎么建这个陵墓 明世宗自己啊 是有直接的指示 而且讲得很细 他说啊 现在建这个皇陵啊 说是亮衣长陵规制 就是照着长陵的样子去做 但是呢 要简化 因为皇陵呢 我们说是分为地面和地下两部分 地面就是陵宫 核心就是响殿 地下呢就是地下宫殿 就是墓室 是吧 他说呢 照着长陵的制度去做 但是呢 要简化一点 要训避祖陵 他说呢 其响殿以砖石为之 响殿 也就是陵恩殿 前朝的这个大殿 用砖石来营造 地中宫殿器物等 旧房九重法宫为之 功力甚聚 此节虚文 且空洞不实 一切离去不用 按照他这个说法呢 就说他地面 按照长陵 大概这个样子来建 那么地下呢 比长陵要简化 说不要建成九重法宫似的 说那些空洞不实 而且呢 功力甚聚 要裁割 永灵地下究竟是不是九重法宫 我们不知道 因为只有文献记载 永灵没有发觉过 但是从地面建筑来看呢 它跟长陵啊 也不完全一样 这是响殿月台前面的丹壁石 上面雕刻龙凤 这个雕得很漂亮 在这个长陵以后啊 从这个仁宗开始 一直到武宗 这些皇陵的丹壁石 上面雕都是云吻 就中间这个玉露石啊 上面雕都是云吻 很简单 那么世宗的这个永灵呢 它是龙凤文 有山水云龙凤 雕得很精致 跟长陵啊 不完全一样 那么世宗啊 他嘴上说 说这个要效法太祖太宗 而且呢 灵墓制度要比太祖太宗怎么样 要简化 但实际上呢 他并没有 完全效法太祖太宗之制 灵温制度有所简化 但是呢 也有创新 按照太祖太宗的制度 皇后先死 皇后就葬到这个皇陵里面去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嘉靖皇帝呢 他是 在嘉靖十五年的时候 开始修的皇陵 修成以后 他也没有把陈皇后牵过来 这座皇陵其实是空的 这里有一个时间线啊 就是嘉靖七年 第一位皇后兵故 葬在了道陵 第二位皇后呢 是嘉靖十三年被废的 她死了以后 没有葬在这个皇陵里面 第三位皇后是方氏 方皇后呢 是在嘉靖二十六年兵故的 当时啊 宫中大火 有一种说法呢 说有人跟皇帝讲 说宫里不着火了 应该派人去救皇后 说嘉靖皇帝啊 沉默不语 这场大火以后 十几天 方皇后病故 这时候呢 明世宗忽然良心发现 他说啊 皇后比救郑威 奉天忌惮 其元后礼藏 什么意思呢 说这皇后啊 曾经救过我 脱离了这个灾难 按照元后 就是第一位皇后的离 下葬 他讲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在嘉靖二十一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嘉靖皇帝他重新道教 重新道教呢 他要吃这个丹药 吃丹药容易脾气暴躁啊 他经常这个去 对这个宫女啊 施暴 就是动不动就处罚 动不动就处罚 所以这些宫女呢 也很讨厌他 就觉得这个皇帝啊 脾气暴躁 嘉靖二十一年的一天啊 明世宗呢 住在曹端飞的宫里面 当时这些宫女们啊 就试图勒死皇帝 结果呢 他们手忙脚乱的 打了一个死结 你拿这个绳子勒 他要是活扣的话 就真把皇帝勒死了 对吧 打了死结就勒不死 把这皇帝给勒晕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人报告了方皇后 方皇后就及时赶到了 这个曹端飞的宫中 把皇帝救下来了 因为皇帝是被勒昏了 没有被勒死 方皇后呢 就下令 把这个所有饭室的宫女 包括曹端飞 都给处死了 其实这个曹端飞 他并不知情 所以因为这件事呢 这个明世宗啊 也嫌恨于皇后 皇后奉天计难 其实皇后是救了她 是吧 所以他后来呢 想起皇后的好处 又下令呢 让皇后啊 按元后礼葬 就是按第一位皇后的礼仪 来下葬 就是葬到她的那个 寿宫里面去 就是这个时候 二十六年的时候 她那寿宫已经修好了 这时候大臣提出来反对 说方氏毕竟是季后啊 她不是元配皇后 是吧 所以最终的结果呢 是这样 就是皇帝啊 改了最初的主意 说 昭孝列皇后 子宫入山陵 居中之右 须其左 孝列就是方皇后的嗜好 孝列皇后 直接入山陵 入什么山陵 就是世宗的寿陵 放在哪呢 居中之右 就是中的右边 须其左 按照明朝的礼仪啊 中间最尊贵 其次是左边 再次是右边 不管是宗庙 还是墓葬 以这个墓主本身定位 他的左边是次之 右边再次之 所以这个呢 应该说是比较合乎礼法了 主牧室的正中间 那是给皇帝留着的 把方皇后呢 放在了皇帝的右边 左边空着给谁啊 左边空着是给陈皇后留着的 刚才我们说了 陈皇后在嘉靖七年死了 她葬在了道林 当时啊 方氏下葬的时候 就是孝列皇后下葬的时候 她也准备呢 说把这个陈皇后啊 牵出来 葬到永灵里边 但是呢 明侍宗就说说这个陈皇后啊 已经葬了这么多年了 这前后已经是快二十年 十几年的时间了 说就 不要这个去惊动她了 所以呢 就没有签陈皇后 但是呢 在嘉靖十五年 给陈皇后改了一个嗜号 我们刚说不是叫道林皇后吗 在嘉靖十五年改了 叫孝节皇后 啊 节是这个 真节的节啊 孝节皇后 世宗的皇陵里边呢 一共埋葬了三位皇后 我们刚说 世宗一共有三位皇后 是吧 她的第二任皇后呢 没有葬在这个皇陵里边 原配第三任都葬在了皇陵里边 第三位皇后是谁呢 第三位实际上 她本身不是皇后 她是四皇帝的本生母 就是牧宗的生母 杜氏 所以等到嘉靖皇帝 驾崩以后 陈皇后 还有牧宗的生母 杜氏 他们的官果 也同时 迁葬到了永陵 所以永陵里边呢 实际上是一帝三后 就是皇帝 原配皇后 第三任皇后 和四皇帝的本生母 这个明世宗啊 是明朝啊 非常有个性的一位皇帝 包括 在陵墓的营造 在后妃的 丧葬礼仪上 都很有个性 我们说 她把房皇后 葬到了皇陵里边 这个 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说合乎明朝的礼制 但是呢 她也干了另外一个 不太合乎礼制的事 按照明朝的规矩 太庙里边 每一朝啊 供奉两块神主牌位 一位皇帝 一位皇后 那么这位皇后呢 应该就是 皇帝的原配皇后 继配和四皇帝的本生母 不供在太庙里面 甚至于也不供在宫里面的奉仙殿 但方皇后下葬以后 明世宗呢 做了一个比较乖张的举动 就是下令啊 把方皇后的神主牌位 供到太庙里去 我们揣测啊 她可能在心里边 还是比较讨厌那个陈皇后 她抢先呢 把方皇后啊 供到太庙里 就是将来呢 这个 陈皇后就进不了太庙了 是吧 她大概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 皇帝没死 皇后先进太庙 这本身就不太合乎礼法 太庙里边这个刊位是固定的 进一代就要跳一代 什么叫跳啊 就是那些元祖啊 就把他们牌位收了 日常不祭祀了 一年或者三年拿出来 合祭一次 一代皇帝 占一个刊位 世宗虽然没死 但是皇后进去了 皇后就要代替他 占据他那个刊位 因为要着急 先把这个孝列皇后 升赴太庙 所以呢 就把这个仁宗 预先给跳了 这个是很不合礼法的 所以后来啊 明目宗即位以后 把这个方皇后的神主牌位 请出太庙 供在了宫里边的洪孝殿 然后太庙里边呢 升赴神主 世宗的神主 和这个世宗的帝位皇后 就是陈皇后的神主 诸后聪虽然是奉赵 继承皇帝之位 但他毕竟是以藩王身份 入计大统的 也许这使得孤傲的他 心中有着很多 不可名状的自卑 因此 他要借在理智上的改革 证明自己 这从他继位之初的 大领异事件 便得以窥见一般 他改革理智 革新灵寝建造 甚至对于飞瓶的墓葬 他也有着自己的设计 并进行了很多改革 那么 他究竟是如何改革 飞瓶墓葬制度的 这些改革对于后世 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请继续收看 大明帝陵第八集 格顾顶心 建永灵 嘉靖皇帝啊 热衷于治理作业 对陵墓制度啊 他也很感兴趣 明朝的飞瓶啊 在早期 因为有一部分是寻葬的 直接葬到皇陵里面 那么 正常死亡的呢 迁都北京以后 大部分 都葬在了西山 就说 飞瓶石将和皇陵啊 距离比较远 只有个别人 葬在皇陵 就是永乐朝 贵妃 这个具体指谁 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世宗 一开始设计自己 灵墓制度的时候 就是他 建这个永灵啊 当时叫寿灵 是吧 建寿灵的时候 他对于飞瓶的墓葬 他也有设计 他怎么想呢 简单的说呢 他是希望啊 遵从祖制 皇帝皇后 都葬在这个 皇陵的玄宫里面 这个没问题 这个就是 从太祖以来都是这样 当然后来呢 有很多皇后 有多位皇后 是吧 包括继佩 包括四皇帝的本生母 都可以葬永灵里面 刚才我们说 永灵实际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吧 元佩第三任 和这个 墓中的生母 但是呢 飞瓶葬哪呢 一开始他的设计呢 让他们也都葬在永灵 但是呢 又不能这个 寻葬 不能说皇帝死了 让他们都寻葬 所以也不能说 把他们一块葬到皇陵里面 怎么办呢 他就设计了 说让他们葬在皇帝 牧室的旁边 但是在皇陵 灵宫的范围内 他当时怎么想呢 他说这样 你于外园之内 宝城之外 左右相向 依次而复 什么意思呢 就是明世宗的永灵啊 跟以前的那些个皇陵 在世宗以前 十三陵里面 已经有了七座皇陵 永灵的设计 跟前七座皇陵不一样 最突出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临宫的外面 有一道外罗城 明朝的皇陵啊 是这样 他前面啊 一个院落是响殿 后边呢 是宝城 就是用一个城啊 把那个皇帝的坟头啊 坟丘啊 圈起来 但是这宝城的外面 是露在外头的 就是宝城的城墙呢 其实也相当于 临宫后部的这个城墙 也就是说 宝城有一部分 是露在外面的 前面是跟这个 临宫前院相接 那么世宗的皇陵呢 大体上也是这样 世宗呢 对于非贫的这个藏制 也做了改革 这改革啊 首先第一点 就是把西山的妃子墓简化 在早期 仁宗 宣宗 英宗的时候啊 这些妃子墓啊 都是一个人建一座墓园 每一个妃子 有一套墓园 前面有个响殿 后边有个墓室 一套墓园 到城化的时候呢 开始简化 怎么简化呢 就是啊 墓室啊 还是一人一套 但是呢 若干个妃子 甚至于十几个妃子 共有一座陵园 也就是一个响殿 一个响殿 后边呢 有若干个墓室 每个墓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坟包 到世宗的时候 做了一个改革 怎么改的呢 他说是这样 他说啊 尊古世父 玉妻术 俱用酒 其至今 以酒妃同墓 共享一殿 而终为妻室 什么意思呢 他说啊 尊照古制啊 古代的这个世父玉妻 都用酒术 这其实是一种 理想化的礼仪 他说呢 我们按这个术啊 来建灵墓 是这样 就是每一个墓室里边 设九个位 什么意思 就是原来一个妃子 是单独一个墓室 现在呢 是九个妃子 用共同一个墓室 这个其实呢 就是从明早期以来 怎么着 在不断地简化 所以呢 他在金山那带呢 预造了一批这个妃子墓 所以说其至今以九妃同墓 共享一殿 九个妃子 共用一个墓室 前面共用一个享殿 而终为七室 享殿里边设七个室 就是七间 然后呢 在金山 于是金山预造五墓 墓各九树 以赐藏燕 也就是说呢 世宗皇帝啊 在金山给妃嫔们 建了五座墓园 一共呢 是可以葬四十五位妃子 就是每个墓里边 可以葬九个嘛 五个墓园 五祖 就是五九四十五 按照明时度的记载呢 这个世宗皇帝啊 大概有妃子 是差不多六十个人 除了葬在金山的 还有葬在天寿山 就是皇陵区的 所以我们说呢 明世宗啊 他没有完全 按照这个 祖先的规制形式 有的是创制 有的是参照了 祖先的规制 比如说 他在道陵的西面 单独给郑贤飞 建了一座墓园 除了郑贤飞呢 还有四个妃子 也单独建了墓园 紧挨着道陵 这四个妃子啊 有两位 分别 给世宗 生下了皇长子 和皇次子 后来呢 他又下令 把皇长子和皇次子 也迁到这四个妃子的墓的旁边 所以呢 一般后代就把它叫做 四妃二太子墓 这个就是四妃二太子墓的照壁 这是从里往外看 它的照壁 还有一部分残存 前面有两个墙朵子 大家能看到 那就是它的宫门 这是它现存的遗迹 后面还有这个祭台石 还有响殿的住处 封图 封包 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这里边啊 我们说四妃二太子 四妃没有问题 二太子呢 长子是死了以后 追封的太子 次子啊 是曾经被立为太子 嘉靖十八年二月 嘉靖皇帝啊 准备南巡 到哪去啊 到成天 就是他原来的旧封地 忠祥 干什么呢 去考察他父母的藏地 在这之前呢 他把他的第二个儿子 其实也就是刚刚两岁 立为皇太子 让皇太子监国 然后他南巡 后来呢 他自己啊 去修炼 想让这个太子啊 继续这个监国 当然这个怪念头 后来被打消了 到了嘉靖二十八年的时候啊 皇太子刚刚举行完冠礼 就是刚刚举行完成人礼 就突然并故了 据说这皇太子啊 很有先气 嘉靖皇帝非常喜欢 但是很不幸并故了 一开始啊 皇长子追风为太子 是吧 包括这位太子 这个太子死了以后呢 视为庄靖 叫庄靖太子 后来呢 世宗下令 说把这两位太子啊 跟他们的母亲一块 葬到天寿山 离他自己的寿宫就更近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 世宗嘉靖一朝 除了皇陵 就是永陵 永陵里面 葬了一帝三后以外 在天寿山陵区 还有三座墓园 一座就是我们讲的 元配皇后的道陵 还有一座呢 是郑贤妃墓 这也是单独的一座妃子墓 还有一座 就是世宗的四妃二太子墓 那我们要说明一点啊 就是实际上呢 这个四妃二太子墓 还有贤妃墓 他们这些人的祭祀 都放在道陵 这两座妃子墓 它是怎么着 它是只有墓 没有那个祭祀建筑 祭祀建筑呢 都在这个道陵 就是他们的牌位 都供在道陵里面 陈皇后合葬永陵以后 那个道陵就空了 对吧 到了万历时候 世宗的有两位妃子 并故 神宗皇帝下令 就是把这两位妃子 葬到道陵 也就是说呢 我们说十三陵里面啊 世宗这一朝 帝后妃 实际上是有四座墓园 就是世宗皇帝 和皇后的永陵 然后呢 陈皇后的道陵 道陵的皇后牵走了 里面葬了妃子 然后还有正贤妃墓 还有世宗的四妃二太子墓 所以说 世宗的时候啊 对于灵寝制度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变革 这就是这个 世宗这一朝 灵寝制度的情况 它有继承 也有更多的是创新 反映了这个嘉靖皇帝啊 特立独行的意识 在灵目当中 也有所表现 我们现在就讲的说 谢谢各位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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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